我们认为可能 如果说跟中国合并来看的话 还可能还蛮大的 但是之前这个WTO有出来讲了 不过他出来讲的 主要是在反补贴的部分 好像是站的比较偏中国这一边 但是如果说最后判完的结果 对我们来讲不利的话 我想可能其实最近以来 我们看到这些太阳的内股 已经有点营收反应 尤其我们看到新日光 新日光之前的营收表现非常的不错 结果6月份的营收 月增率是多少 负的15.82% 就是月减了15.82% 它的营收已经真的掉下来 就如同上上星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媒体写到说 因为双反判下去之后 这很多中国大陆 他有些单子 他干脆改回去自己做 因为也没有那么大需求 我做国内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发单给你做了 所以新日光很明显 6月份营收22.081就掉下来了 不过还是有好的像塑和 其实塑和在上个礼拜 尤其礼拜五的时候 我想新闻写的斗大的标题 人家CV都是折价在办的 他CV是办溢价 而且办750块的溢价 溢价 溢价比较贵 那谁要认 没有错 到底谁要认呢 如果说今天溢价 然后又没有利润 谁要去认呢 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公司因为它要扩大营运 它会进行筹资的动作 那筹资就会发债 通常都是因为比较便宜 大家才想要认 就要变溢价比较贵 这就是一个问题点了 没有错 当然这代表什么 代表想要去认的人 我想不管是大股东 或者是其他 他想要找的策略性股东 他认为说公司有750的价格 当然一般会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最后如果等到 他的CV到期之后 会不会有750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不过理论上这种 敢做一个溢价发行的 不管是现真溢价 或者不管是CV溢价的话 多半的人对于公司 下半年是看好的 所以溢价发行的公司 反而不是坏的角度 而是他 他自己对我这么有信心 乐观来看待 没有错 因为拿钱的总是老大 拿钱的人敢开那么大 而且是CV这种东西 CV不是跟你一般人要 不是说你这个王老板 什么老板 什么老板 每个人拿一些 不是 CV是那种 不管是恰特定人的 或者是不管是 大股东去认的 这轮不到一般小产户去认 对 CV是公司债的人 没有错 那个一张100万的 那轮不到小产户去认 所以原则上 他敢看到750块 一定有他道理存在 所以先进广告 如果照这么讲 那太阳能 包括今天 找你们这么多的生计股 是可以继续涨下去吗 如果冠金来说明白 主力有没有进来 有的话证据在哪 制成的大主题 莫非就在这儿呢 还有一点 怎么回事 也是两党重量级的 可是台积电股价 真的还会再跌一成吗 国际媒体的论典 在哪里 出错的回收就好 讯息回收功能 快下载新版WeChat WeChat 卖场采购真辛苦 要等 又要搬 那是以前 现在是 瞒着大处玩 因为大买家网路量饭店 解决家务事 省时方便 网路量饭店 大买家 爸比 这礼拜我们是哪里玩的 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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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 我怎么动 WeChat 动态贴图 免费下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我每天 看着自己 嗨 今天 你精彩吗 追求专专专业 让我精彩 爱与关怀 让我精彩 完成梦想 让我精彩 拥抱幸福 让我精彩 老婆 谢谢 你辛苦了 人生 有很多种财富 把有型的财富 托付给玉山 更多无价的财富 留给自己 成就更精彩的人生 心轻如玉 异中如山 玉山财富管理 让心更富有 玉山银行 You're smart 让我分享给你 我如何保养 KG Check 美心胶囊 含天然成分 独家美心配方 专攻局部 让你更健康 更有型 KG Check 美心胶囊 KG Check 30天 两条好简单 你爱饿 上网搜寻KG 30套餐 伟中哥 气这么足啊 我可是有专家 用人参帮我补原型 只用人参补气 气沉不久 还容易上火 别担心 这个专家是 白蓝氏 养身影 他不只有人参精华 再加上曼文东 五位子 形成氧气铁三角 不知不弃 还能顾弃 更有续航力 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专家 气很足 氧气之王 白蓝氏 养身影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Hitachi 买好卖大奖抽 每月抽奖金 让你越越向加薪 买越多抽越多 独享百万就在赵峰 全证据高风险 购买请了解相关法令 及公开说明书 赵峰证券 风在打 准备好就不怕 台风又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台风天白顶好 全面八八折 我刚广告时间还在查 我们看一下太阳能 今天的表现 太阳能今天是跌的 但生计股今天是狂涨的 偏偏这两大类 都是礼拜四台风过后 重要大事的 但是刚关键有说 太阳能应该还是 虽然是溢价发行公司在 但是因为运景好 所以他才有本身这么做 我想应该是只能这样讲 碩合的愿景好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更正一下 这个公司在是10万元的一个面额 我想碩合的愿景好 所以碩合他敢发750元 当然最后结果会如何 我们并不晓得 可是相较于其他太阳能谷而言 他可能相会好一点 另外在这个新日光部分 那新日光的确没有错 如果六月份营收这样的不好看 到底要怎么办呢 其实还是要等到说 等到这个反清销 到底看出来结果如何 不过原则上我想 为什么会列作合跟新日光 你想还有郁金 还有茂迪那么多档股票 怎么只列这两档股票 因为毕竟这两档股票 是被巴克莱有列进去 他的观察标的里面 所以这两档股票 大概就能够代表了 其他不管是郁金 达能什么 其他的这些什么 异通这些公司 我想这两档股票 应该是足以代表 到底好或不好 问一下 因为除了美国 对台湾的双反调查 礼拜四大概有点眉目之外 到底现在的观察 那个太阳能的上游颗粒 是涨价还叠价现在 我想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今年年初都很好 都是在做 大概都会涨价的动作 可是现在状况看起来 是比较持平 或有点往下掉了 因为大家都在扩厂了 有得赚 每个人都想扩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想股价大概 也可以告诉大家一切 我想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美国那个 就因为德国的 德国设在美国的子公司 这Solar 应该是什么 Solar为什么会去告这些人 就是因为 现在大家每个设厂 设那么多 那自己的利润就变薄了 我想可能有类似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在生计类股部分 当然这个生计月部分 其实今天媒体就写得 很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有一家 这个生计创投 叫做钻石生计创投 然后呢 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他的一个董事长 哇一个大 非常非常大头的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报章媒体上面 这位仁兄叫陆孔明 也就是以前 中天生计的一个董事长 当然对中天这家公司 我们不予置评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钻石创投的一个成员 成员是谁呢 他钻石创投的成员是谁 是润泰集团 玉山 玉山 还有包括这个台新 还有包括富邦 这些人 他大概筹了大概40亿左右 而他所投资的一些 一些这个生计股呢 几乎都是全市场里面 最红的一些生计股啊 那我想当然包括了 包括这些公司 以至多少而言 有些有是钻石创投 或有些是根本就是 银眼梁 他自己有去投资的一些公司 所以你的言下之意是 钻石创投 会把整个的生计的买盘 给他带起来吗 我想不一定啊 我的意思是说 钻石创投里面 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大股东 叫做银眼梁 那其实我们留意到 是银眼梁先生 他投资些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那原则上我这边列到的 其实前两档股票 浩鼎跟忠宇 都是银眼梁先生 他用 不管是用个人 或用这个润态心 或润态心去投资的 我们看到像浩鼎 浩鼎本身做的是乳癌药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在于说 他这个乳癌药 他所做的一个叫做 叫做糖的主动免疫疗法 是远优于现有的标靶治疗 而且重点在于说 他不只是用在乳癌 他现在目前是可以广泛运用于多种癌症 如果真的假设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 假设真的被他开发出来的话 那我相信 现在光是乳癌这一块 加上软超癌这一块 据说的在300亿左右的一个市场 可是他还不止这两块而已 那假设被他开发出来的话 那后面的效应可能就很可怕 而不过目前为止 他的一个三期 我想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 才会做一个解盲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先去解盲好了 因为今天我今天第二第三档 是这个基亚 基亚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 常常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做甘癌药嘛 PI88 我想去年长时间之内 都在200多到180 160来回做一个震荡 可是今年忽然就 一次就拉到400多块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的一个竞争对手 他发明了拜尔的那个雷沙瓦 大家吃完痛苦都不得了 后来实验失败了 那这边他基亚的这个PI88 很可能会是第一个 第一个成功的一个甘癌药 不过这边当然可以留意到 就是这边刚好也是差没几天 7月27日基亚的一个甘癌药呢 这个PI88要进行解盲的动作 什么叫解盲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 就是说其实大家知道得癌症很可怜 癌症的你去参加那些新药的一些实验 你很可能他给你打的很可能是维他命C 也很可能是真的可以制的药 但你还不知道你都不晓得哦 因为他是实验系的 实验组跟对照组 所以打的就可能是安慰剂或真的是药 不是啊那我今天如果被实验 他要告诉我呀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真的啊 这就是一个一个盲 就大家全部眼睛都绑起来的一个实验嘛 所以你真的不晓得 你真的不晓得 所以你要参加这些药 这些实验 你参加这些实验当然一切都不用钱 甚至他也补助你一些身体的一些营养基 什么等等的 所以叫解盲 对所以到最后他因为 像基亚为什么要解盲了 因为他的一个复发病例达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 他就开始要解盲 到底这些复发的人 是吃了我的药才复发的 但是解盲也是在实验过后才解的嘛 对就是要他复发的一个比例到了 那所以解盲的结果 如果说今天吃了我的药 吃了我药或打了我的药的 或直接用我的标法治疗的方式 这一组的状况很好 那打了维他命C的出来结果很差 那等于我的药可能就要成功 所以现在大家在想说 因为基亚现在一般所传出来 因为我们不是专家 而且老实说解盲结果要由独立资料 审议委员会 我也不是这种人啊 对不对 当然状况如果不知道 可是7月27日之后 大家就会晓得到底状况如何 因为现在一般传说是觉得状况 还相当不错啦 其实虽然说离当初预估解盲的日期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当初预估解盲日期 可能在8月中到8月底 这跟这个复发病例有关 但如果解盲结果相当不错的话 很可能其中分析不错 很可能就取得药症可能就很快了 那另外包括像是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浩鼎 还有包括基亚 还有包括其实这个忠育这部分 其实忠育这部分就前一阵子 这个何大一 何大一啊这个院士 他有回来台湾嘛 这个终于呢 其实在这个之前的股价 是从这个大概将近200块钱 跌到在150左右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的一个大股东 润泰新跟润泰全 在做伸让动作 在做一个小幅度的获利了结 不过伸让的一个 伸让的一个最后时间 跟最近也是很近了 所以可能也差不多 但是头上我去留意到 我想后面这两档股票 你可能就比较看得出来 一档叫永光 一档叫做和付 因为这两家公司 他有赚钱 前面那三家公司 老实说都没算什么钱 而且距离赚钱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看到像是永光 永光本身在做的东西 叫原料药啊 其实在先前 他有这个原料药之外呢 还有包括像是 他的一些本身一些 色料啦 染料 还有包括特用级电子的化学品 第二季的营收呢 28亿 而且呢 寄贞是21% 而且除了他做的 本身这些原料药之外 他转投资一家公司叫铁岩 持股16% 这部分呢是布局的是电动车 在电池所使用的一个正级材料 那主要还是在这边最后的利多在哪里 我想iPhone 6 现在iPhone 6呢 他所使用的 所使用的一个相机 所使用的是F2.0的大光圈 那大光圈呢 他所需要就是说 他进光量要组的话 他必须要改变他所使用的素质 还要改变他所使用的光阻剂的材料 那这部分呢 其实市场传出有两家公司被点名 一家叫做1717的常新 另外一家是171的永光 到底是哪一家 你还不知道 永光如果是他的话 他既是生技股 又是苹果派 而且他还有电动车 所以我们看到投信 光是投信哦 7月份 这不是6月到7月 是光7月份投信买几张 买9000张 而且7月份融资还减少了5893张 那另外一家公司 这个是投信最近也是买很多的 是这个4745的一个和付啊 因为和付第一季就赚了1.63元 那主要他的一个题材就在于说 他本身是代理一些 高阶的衣材跟检验的试剂 那代理线呢 其实透过他转投资的微锐公司呢 取得FDA所认证的 这一个放射治疗系统 那这部分呢 市场的一个销售潜力 大概将近60亿 这部分也是最近投信 去买超的一个重点 要一个答案就好 因为有一些的生技股 就刚刚冠金说的 没探紧 它只有一个梦 但是呢 股价涨很高了 所以部分的生技股股价冲得很高 或评创新高 我在操作上的哪捏呢 我想可能是一个资金上的调配啊 你如果真的有这种 假设说你三年五年用不到资金 或者是你刚好减到一百万一类的 你就是 谁会减到一百万啊 你丢给我减 这不一定哦 真的 有时候运气会很好的时候 就这样减到一些钱嘛 你用不到的话 你可能就拿去投资新药股 我前面所列到的 浩鼎 终于跟基亚 这是所谓的新药股 好 因为他已经 事实上他们已经跑到第三期 甚至这个基亚 727就要解盲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的资金是用得到 甚至你想说 我不要那么投机 不能说投机啦 我不要做那么大的梦 我想要说买一些投信有在买的 或者是这个未来题材多的 我想我的选择 就是像永光跟和副 我想毕竟投信都很敢买了 我相信投资朋友 在投资这些公司 其实不见得 不见得说一定大赚钱 但是呢 要有风险可能稍微小了一点 这资卡当中的后面的两档 有机之谈 您要做 这次跟着法人做 前面三档呢 比较无机的 但是呢 前瞻性够 大家拿闲钱哦 他的建议 仅供您的参考 因为呢 生计跟太阳呢 两类很热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两类往往 也是市场当中 人家这么说的 主力业内大户很爱做的哦 所以今天到底 主力业内大户 又没有进来 我们发现到分 古王大立光 好强啊 两千一 两千五百一十块 看到了K 他已经从创历史新高 时间缩很短 创历史新高的大立光 2640掉下来 又弹起来了 更猛的是在股后 表现还不错的时候 周三放假 为什么要买高价股 那因为你现在这个大盘 它整个一格多方 它必须要做一个反弹的力道 那你现在上个礼拜 那些权重股 跌得比较重 对 你现在台积电 在买上去的力道 压力很大 对 那有些权重股力量 要那么大 它买不下手啊 那高价股不一样 你买一点点 它占的权重就高 股本小啦 对 点数再涨也比较快 所以今天的高价股启动 股往股后动 它是一个那个吹号角的意思 就代表大盘的火种还在 还要再往上冲 只是它不是权重股 但是这个PASS讯号是这样打 应该说盘是把它持稳下来 因为通常这种 如果真的盘要攻 都要谨记 高价股吹号角的时候 它一定要量要够 整个大盘进的量才多少 才只有 我看好像连一千 九百多不到一千 那这个就代表 这个高价股 它是来称人气用的 你九百多不到 我今天叫投资朋友 打叫我来做高价股 大家看一看 哎呀 怕怕还是 投资哪有可能做高价股没钱啊 有的人还是会做 只是就是说你大力光看嘛 那你要跟着做其他高价股 一定会想跟嘛 那我问你今天高价股 大力光跟汉维科谁买的啊 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市场上 就是说有一些 第一个可能有些空单 就之前放空的嘛 空单八家 对 因为为什么空单八家 第一个大力光公布获利出来嘛 EPS第二季还有27块75 上半年赚五个股本 对 赚五个股本 那赚这么多来讲的话 他当然有那个资格 在那边维持那个力量 但是我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大力光他第二季27块75 如果你以他目前的这个获利的数字 去推算他的一个就是说高价位来讲的话 本利比其实坦白讲是高的点 那我觉得他大家注重的是投信 因为投信很特别是 已经一路卖大力光卖很久了 我也搞不懂他们那么厉害 可以全部都卖翔推高档的力量 我觉得投信真的很厉害 卖一个半月的卖两个月的投信 大力光他越卖人家越涨卖不下来 那投信在干嘛 那你应该讲说大力光 他以前低档买了很多 他这边你说说 他才有那个部位 这样一路一直一直调节 他大获全胜的 所以换句话说 投信现在的卖大力光 是因为他前面买很多 现在是赚的 是赚的 是赚的 我是觉得说股票有时候 人气的泥剧不是一朝一夕 对啊 人气的换散不是一朝一夕 但是如果一旦换散的时候 要补回来就不容易补 对 那你可以发现高价股的话 我们看这个汉维科为例 那你可以发现 他这几天的话 他是急速拉回 那已经快破线了 你如果再不拉的话 那到时候整个人气都换散掉 所以你把那个大力光 跟汉维科 把它用K一看 就知道阿文赛在说什么了 大力光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大家就不追了 所以大力光卖掉一点点 然后你看汉维科 时间拉长一些些 他去买同样高价股的股后 但是他位阶掉的比较深 就把它买起来 你看有很多股票 它其实是好股票 一旦人气换散 比如说我们看三四五四的金锐 它获利都很好 那当然营收有一点衰退 但是一旦没有撑的时候 它一直人气一换散的时候 那你可以发现它是无底洞 或者是3163波罗威 波罗威以前人气很好 那开始破线之后的话 就没有去撑 没有好好去撑 那整个人气换散的话 要补都补不回来 所以它变成就一直在破底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的高价股 有一些跌深的反弹 它的强力弹 弹到涨停板 是为了hold住人气 维系人气 不要让那个人气整个换散掉 那到时候多杀多了一个压力的话 脸要撑的话 就没办法撑 讲得正好 阿文赛刚刚的结论 看到了智成那张的字卡 跌深反弹的高价股 它就是在hold人气 今天hold住了 那下一步呢 还hold不hold得住 股价怎么操作 待会儿留给智成继续说 好不好 我们先插播看一下 外资今天跟投信的动作 在第二段的时候 阿文赛说 这个礼拜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的美国企业的财报 请看哦 我以下所念的 外资投信同买超 很多苹果派 红海 彩晶 F凯胜 有一些就是苹果派哦 同买超 那同卖的呢 同卖今天只有一档 就是统一石 说到了卖 您注意到了吗 今天 外资卖超第一名 还是台积电 这台积电不理想 联电就真的很好吗 外资动作台积电 有一个大内幕 回来之后 披露给您晓得 刚刚也看到了 外资在卖 友达 可是说到了面板骨 为什么友达法人 有不一样的想法呢 我每天看着自己 嗨 今天 你精彩吗 追求专业 让我精彩 爱与关怀 让我精彩 完成梦想 让我精彩 拥抱幸福 让我精彩 老婆 谢谢 你辛苦了 人生 有很多种财富 把有形的财富 托付给玉山 更多无价的财富 留给自己 成就更精彩的人生 心轻如玉 义中无山 玉山财富管理 让心更富有 玉山银行 You're smart 居家梅语 带领学习新风潮 全国首创 四合一科技化教学 科堂教学 尊人家教 行动学习APP 剪读笔教材 创新教学 成效加倍 居家梅语 Janet 熊盖 赫 突破三次加分校 报名送iBetter 再冲万元旅游金 下一杯咖啡甜甜来啰 我会杯咖啡 是老板 好吗 我觉得提案的主题 用火焰来呈现个家 又是火 你怎么不能每年都活活活吧 真的没有创意 明天就要提案了 到现在一点进度都没有 回去再想啊 你又喂食道逆流了吗 提案压力大 熬夜只能靠咖啡 老板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来 你的机会服饰店 喂食道逆流 机会服饰店 一定搞定 全民照过来 疯狂抽百万 全正买兆风 好买好卖大奖抽 每月抽奖金 让你越越像家新 买越多 秋月多 独享百万 就在赵峰 全正举高风险 购买请了解 相关法令及公开说明书 赵峰证券 好厉害哦 说得比较好厉害 我来试试看好不好 真的吗 八一百一百一百一 辣菜 小人呢 平常是要保佑了啦 这个镇庄羊头汁 好喝得特技哦 纯正好滋味 一百一百两百两百 扯交 防全正庄 实在经典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西雅图蓝山拿铁 四季拿铁 买一送一 只在全联福利中心 卖场采购真辛苦 要等又要搬 那是以前 现在是 瞒着到处玩 因为大买家网路量饭店 解决家务事 省时方便 网路量饭店 大买家 爸比 这里边我们去哪里玩呢 西雅图蓝山拿铁 四季拿铁 买一送一 只在全联福利中心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全民照过来 疯狂抽百万 全正买赵峰 好买好买大奖抽 每月抽奖金 让你越越像家新 买越多抽越多 独享百万就在赵峰 全正具高风险 购买请了解相关法令 及公开说明书 赵峰证券 为爱 正光金丝高 有效 所以志诚啊 回到现场 我还是要跟您确认这个答案 今天的高价股上个通通 他今天的红 大涨 甚至汉维科的股后涨停板 所代表的任务 一 把整个的市场传达出来 我多头火种还在的 这个火在烧 不要沮丧 二 前阵子跌很重的高价股呢 跌升 怕说一切千里 最赶快hold住人气 是这两个讯号咯 是没错 谢谢阿文才刚之前跟我们补充了 因为为什么我一开始就界定 它叫做跌升反弹高价股 这在告诉投资朋友 这一波很多的高价股 它是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大力光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以9月19号 所谓的苹果要来推新产品的话 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苹果 相关iPhone5的部分 它不会想买 所以大力光 会势力会命令到业绩稍微降下来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当然顺利 它做修正很漂亮 鸿海咧 鸿海第二季 一片才没出来 但是我估大概一块五 那你整个鸿海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请各位注意到 因为鸿海整个它的基础架构 过去第一栏的时候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本利比很低 但是到了现在 慢慢变高格局里面 它到了第三季才会大好 这是大概有共识的地方 到时候你注意哦 它的价位已经到了接近前一波 我们把它放整个这个月K线 大概搬得到鸿海 它如果之前是破底的格局 现在要完成大底 一定是前面的高点 前面的高点的地方 请大家特别注意到 如果到的时候 通常这种大型股过高点的时候 或者接近高点 它都必须会做震荡 几块钱啊 帮我们看一下 第一期 这是很标准的 以前破底大家不敢买 像川普里很多人想要追 所以到时候它就会做修正 那至于汉维科 可能角度就不一样 因为汉维科确实是跌得很深 做一个反弹 但这跌了深的反弹里面 各位可以发现 它几乎所有的均线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能说第二季有可能 因为它现在再来把说 要准备公布它第二季有EPS 我评估过了 第一季算8块多没有错 第二季大概可以跳到将近是接近13块 这会是利多 不过投资品要注意到 赚13块一季难道有办法维持住1000多块吗 这是重点 所以现在你这个地方所评估的就是 您过了半年了 你不能再做那种很大的梦 所以汉维科现在的本益比大概是多少啊 如果你以四个季度 你最好每一季都有办法赚13块 那你这样的本益比至少 现在来讲也超过20几倍 美绿的部分今天也是有做反弹 那这也是属于整理过一段时间跌升 那跌升里面 因为再来还要公布它的季报 我个人认为季报评估 第二季大概是落在2块左右 那以2块来看的话 为什么上核盘整这么久 因为它股价引领先反应过了 所以如果说对于美绿有兴趣的人